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在脸上精准的遮瑕和提亮 我们先点涂在脸上有大的痘印的地方 先把它整个遮住 然后用它另一头的海绵头把边缘晕开 让它和四周的肤色融合 中间遮好的瑕疵部分不要碰到它 然后它02后色本来就有点偏橘调 可以综合掉咱们发污的黑眼圈 咱们先把它涂在我们黑眼圈 颜色最深的这个三角去 然后再用海绵头把边缘晕开 然后雀斑还用一些小痘印这些 咱们就不用管它 就保留住这些小瑕疵 这样的底妆看起来 才会更加的自然健康一些 接着就是要解决面部平整度的问题 肋锅 法令纹这些勾勾赫赫的 咱们就用01号色去提亮 比如说法令纹的话 就上在这个最深的阴影这一道 然后用它另一边的海绵头 去把它晕开 方向的话是往上去晕开 要去遮住法令纹坡度的这个阴影 然后我们看一下左右法令纹的一个对比 我们看一下它的眉毛 是一个很注重毛流感的野生眉 用到贝林飞的眉妆盘 用一个定妆喷雾喷在眉蜡上 然后用一把眉刷 占取眉蜡 然后把眉毛刷出根根分明的感觉 它整体眉眼的混血感主要是来自于 它眼眸深邃 然后眉眼间距比较近嘛 之前看淡幕有姐妹在说自己就眉压眼 然后眉眼间距比较近嘛 比较显老 咱们其实可以换一个思路 就抛弃掉唇玉妆容 这一类的显右太子妆容 尝试一下混血妆容 然后用深色眉笔一笔一笔的 去填充眉毛的空缺的部分 接着拉近眉眼间距的重点 其实是压低眉头 眉头我们就根据眉毛的这个走势 往下去画一点 然后加深我们眼窝和眉头相接的 这个阴影点 再用遮瑕笔去压一下眉头 然后晕开 眉尾这里也可以添几根杂毛上去 然后我们对比一下两边的眉毛 这边眉毛一画出来 是不是整个眉眼的混血感就出来了 接下来面部修容 依旧是用到Fenty Beauty的修容棒 面部修容的话主要是颧骨加深 然后下额角这里 接着用粉扑把它晕开 面部修容的重点呢 其实就是面部轮廓的一个流畅 然后下颌角的话 还是注意保留我们下颌角的这个弧度 就不要把它修成锥子脸的那种就行了 接下来到鼻部修容 古艾琳的鼻子是我最喜欢的鼻型 就是核心鼻 依旧是用到校色的类构笔 03号色和01号色 03号色它刚好是一个偏灰调的棕色 就很适合拿来做鼻影 山根我们先画一个双C型 带到眼窝和眉毛的这个交接点这里 然后鼻头的话我们去加深 鼻液和鼻头这个凹陷处 然后往内带一个L型 正面看过去我们鼻翼看起来最宽的这个地方 我们去加深 视觉上可以缩小我们的鼻翼 然后下巴这个阴影点也去加深一下 让我们下巴这个地方看起来能够更加的立体 然后记一下我们现在阴影的位置 换一把小的细节晕染刷去把它阴开 然后两边的阴影往中间鼻梁带 然后再用01号色去提亮鼻梁的两个高光点 以及鼻头这个高光点 还有就是鼻翼的这一个高光点 还有就是我们的山根部分 画一个树叉形 鼻翼边缘这个位置可以再提亮一下 去世界上缩小我们的鼻翼 以及我们的鼻梁两侧 然后用一把遮瑕刷去把它晕开 看一下这个换鼻树的前后对比 古艾玲它面部分血感很强 面中和眉骨的鼻像尤其的优越 和我一样有面中凹陷问题的姐妹 给咱们先解决到面部平整度的问题 我们先在面中这个位置提亮 提亮一个这样的三角形 然后也提亮一下我们的眉骨 它的下巴比我偏长偏方一点 下巴这个位置的话 咱们就提亮一个方形 带到我们下巴的边缘这个位置 这样可以视觉上去拉长我们的下巴 还有就是我脸颊凹陷太严重了 也需要去提亮一下 然后用一把遮瑕刷把它晕开就好了 这种笔状的提亮的话 对新手比较有好 因为它的量比较好把控一点 今天定妆用定妆喷雾就好了 用到直寸绣的小黑胶 我们尽量去保留皮肤自身的一个光泽感 然后我们等它成膜 成膜之后我们再用散粉去压一下 我们出油比较多的T区这个位置 还有就是我们法定纹这里可以压一下 眼妆比较简单 就是大地色系的眼影 用到NASA的这一盘 先占取这个浅棕色 给眼窝打一个底 铺满整个眼窝 然后眼尾往上带一点 加深我们的眼部轮廓 以及带到我们的下眼皮 眼妆这里我想着重去讲一下 咱们化妆五官比例的一个协调 可以看一下 古埃林它每眼间区偏近 然后它素颜状态下眼位其实是偏高的 所以视觉上中庭偏长 在它补肖的状态下的话 其实看上去气质是偏硬朗 甚至是有点凶的 不过这一点反而和它日常生活中的状态 有一种反差萌 其实它日常状态的话 是比较着重于它的下眼影的 就去尽量去拉近缩短中庭的距离 就眼位也是同样偏高的姐妹的话 其实可以参考一下它的眼妆画法 再占取这个深夜丝毫的棕色 加深我们的眼尾 点头的这个眼窝的位置 以及带到我们的下眼影 连着睫毛的根部加深 中庭偏长的姐妹 这个下眼影的晕染范围 可以再大一点点 然后再占取这个黑色的眼影 我们加深上下眼尾 上根 下眼尾就指在瞳孔的后半部分 接着用蔓延的深色眼线笔 去拉出一条眼线 眼尾下垂的这个位置 就开始往上提了 眼线的话主要是调整我们眼型 拉出这个眼线不要太长 不要超过我们眼影的晕染范围 然后眼头的话 它整体的眼型其实是这样的 就比较往上扬 眼头也比较往下压的 所以我们眼头的话 还是得轻微看一个眼头 整体的形状压低 这眼型很像一个小豹子的眼睛 先把睫毛夹跳 然后我们超级自然的单促假睫毛安排上 自身下睫毛条件比较好的姐妹 能用睫毛膏刷出来更好 看一下眼妆左右眼的一个对比 再用泪狗笔的01号色去体量一下 我们的眼头 然后用海绵头把它晕开 腮红用到D家厦门这个色号 从我们的阴影部分 然后往前带过渡一下 但不要超过我们瞳孔 对下来这个位置 再一点到我们的鼻梁 这个腮红打出来 就给人感觉很健康很自然的感觉 就那种运动过后 阳光在脸上晒出来那种自然的红韵 最后口红选择一个 哑光片自然色调的口红 用到Site先锋系列的19号色 今天妆容的整体色调要统一 口红颜色就不要选择太宣冰夺足了 好了这个妆容就化完了 如果你们觉得这个妆容有效 有那味就请把有那味了打在公屏上 看得到这个妆容 看得到更快的妆容 看得到真的 我现在太宣布了 看得到这个妆容 看得到这个妆容 可能还没有 看得到这个妆容 但也是很紫的 喜欢这个一件森林呀 我现在就像一样 exceeds 目前为止 mojej 我现在的妆容 我现在有那种凶臭 放过陆近我的游截